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是采用早期的针灸的技术 在一个特定穴道做埋线也是有刺激的效果 比如说早期的话我们在做减重的时候 可能会在腹部的特定穴道 做一段可吸收的阳长线的植入 在它被吸收的过程当中 会持续在你的穴道上面有刺激的效果 以达到减重的效果 或是说抑制食欲的效果 那如果把它做在脸上的话 当然也是可以在穴道呢 有一些特定的刺激效果也会造成你的皮肤健康 或者是胶原蛋白的增生 那医美的这个腺当然是埋的比较多哦 不管是阳长线 鱼骨腺 或者是少女腺 或者是奈米金腺 PTO这一类的东西啊 希望能够尽量的让你的这个效果持续久一点嘛 但今天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呢 除了这个外在的拉皮之外呢 我们到底可以从内在怎么样的让你呢 容光焕发 保持你这个皮肤的紧实度呢 如果我们直接用医美或者是用整形的方法呢 可能它这个拉皮的效果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也有人呢 希望是更优雅的老去 他不希望这个脸有这个过渡期看起来很僵 或者是拉了不够多 你觉得它很快又松弛 那拉了太多 你又觉得你这个看起来像假面人 那至于优雅的老去的话 在我们内科也是有这样的方法的 这就是呢 荷尔蒙的补充 那我们今天来跟各位介绍一下呢 其实皮肤的老化 它是指它的这个功能 或是它的结构 或它的再生能力 渐渐渐渐渐的失去 那当然最明显的就是胶原蛋白的流失嘛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特征 所以我们这就是为眼窝凹陷啊 可能太阳穴 或是甚至为腹气功的凹陷啊 或者是这两颊的这个地方啊 摘帮子的这个凹陷 这还有当然就是我们下巴这个jaw line啊 有办法这么V型 那么我们发现更年期之后啊 它的皮肤的老化呢 就更加的明显嘛 就是会皮肤干 可能黑色素更容易沉淀 皮肤变得比较薄 弹性比较没有那么好 感觉保湿的状况不好嘛 所以就是干嘛 那再来的话 松弛或是小细纹更多更明显啊 那更年期之后的皮肤上的这些症状 其实现在研究起来 都跟雌激素有非常大的关系 那甚至根据研究来讲的话 你雌激素的多寡 对你的皮肤的影响啊 比你的年龄 对你的皮肤的影响还要大 也就是说呢 虽然你年纪大 但是如果你的雌激素的浓度好 那你的皮肤呢就会好 那如果呢你的年纪轻 但是呢你的雌激素不足 那么你的皮肤呢就会老 所以呢雌激素的重要性是非常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呢 不管是刚刚讲的这个皮肤的干燥 皮肤的萎缩 或者是说色素的沉淀 然后弹性的失去 或是皱纹的增加 或者是说呢 比较容易受伤害啊 伤口比较不容易愈合 这些的话 它其实都跟雌激素有非常大的关系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雌激素啊 它可以改善什么 首先呢就是讲胶原蛋白这件事情好了 我们刚刚说胶原蛋白是一个老化 非常重要的特征嘛 那我们讲到雌激素 它对于这个胶原蛋白呢 它是可以促进啊 第一型胶原蛋白的流失变得比较慢 它可以呢增加第三型胶原蛋白的前生物质 我们叫做procollagen 那它增加了第三型胶原蛋白的前生物质的话 当然它就会增加第三型的胶原蛋白嘛 所以它对于胶原蛋白的增生的话 是有这样的科学研究可以证明的 所以它可以改善你的胶原蛋白的状况 让它不至于这样流失 我们在胶原蛋白流失的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是在更年期之后有补充雌激素的 我们发现它们的流失就是能够减满 再来的话我们讲到皮肤的氧化压力 比如说你光照啊 紫外线呢它就是造成你皮肤的氧化压力嘛 再来的话呢就是我们如果吃的过甜的 这些甜食会造成这些糖分的这些代谢中产物啊 我们叫做AGES 这些糖化中产物 这些也是造成你皮肤的一个氧化压力 那雌激素本身的话 它就可以对抗这个氧化压力 为什么呢 因为雌激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很强的抗氧化剂 那它也是抗氧化酶的一个诱导剂 当你的身体里面需要去进行抗氧化的一个生理反应的时候呢 需要一些酵素 我们在身体里面的酵素我们称之为酶 那么抗氧化酶呢就是需要雌激素来诱导出它的功能 因此呢它对于抗氧化是有帮助的 再来我们知道我们这些表皮的这些角质细胞很容易受到过氧化物的影响 那么雌激素就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去对抗这些氧化物质的影响 包括Reactive Oxygen Species 包括H2O2这些双氧水 还有过氧化物这些的影响 再来的话我们说雌激素对于皱纹的影响 雌激素呢它就可以减少你这个小细纹的生成 为什么呢 因为它跟你的纤维母细胞的能力有关系 它可以增加你纤维母细胞的数量 还有增加你纤维母细胞的活性 也就是呢纤维母细胞就是帮助你这个皮肤再生跟维持你弹性很重要的关系嘛 成纤维细胞或者我们叫纤维母细胞 雌激素它又可以增加你的弹力纤维 增加你的弹力蛋白源 这样的话呢又会使你的弹性变好 所以呢它就比较不容易呢造成你的小细纹 雌激素它又跟你的保水度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呢它可以增加你皮肤的玻尿酸 它又可以防护你的角质细胞 它又可以呢让你的角质细胞呢维持不要变得那么少 然后你的皮肤就不会变得那么薄 那你就可以把水分封在里面 那我们也知道呢 女性荷尔蒙本来就跟皮脂腺分泌有关嘛 我们在比较青春期的时候呢 皮脂分泌比较旺盛 你就常常觉得你的脸太油啊 容易就是塞住你的毛孔 所以你好像很讨厌皮脂腺跟皮脂 事实上呢要保湿的时候 还真的需要有一定程度的皮脂来帮助你 才不会能让这个水分蒸发太快 所以我们都说要有一层油 有油也要有水 这两者之间呢都是需要平衡 那在更年期之后呢 缺少的雌激素的时候 你就皮脂分泌很少 所以你的水也就保不住 很容易就干掉了 因为雌激素可以增加你皮脂的分泌 保护你的皮脂腺 然后又增加你的角质细胞的健康度 所以呢它就会让你的水分保持比较好 所以它有保湿的效果 雌激素啊 它又可以增加你皮肤的微血管的流速 就是表示你的皮肤的血液循环很好 那么你就会气色好 你就不容易枯黄 看起来就是红润 带来很好的氧气 带来很充足的氧分 可以滋润你的皮肤 让它进行28天一次的一个更新 跟再生活动 再来的是我们知道 雌激素也跟你的黑色素细胞有关 当你的雌激素不足的时候呢 你的黑色素细胞呢 就过度的活跃 所以呢就容易在光照之后啊 产生更多的光反应啊 光照之后不但是产生氧化的这个情形啊 造成氧化压力 也造成你的黑色素过度的活跃 那么雌激素对这些也有抑制的作用 因此我们这样子看下来的话 我们就知道呢 雌激素其实这跟你的皮肤老化非常的有关系啊 特别是我们知道啦 在更年期之后 皮肤的厚度开始变薄 减少了1.15% 然后你的胶原蛋白减少了1.5% 然后你的弹力下降了2% 这些这样的情形呢全部是发在更年期之后 那更年期之后当然就是跟你的女性荷尔蒙的减少有密切的关系嘛 因此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补充雌激素的话 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我们补充雌激素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你的胶原蛋白增生 我们刚刚讲第一型的胶原蛋白 第三型的胶原蛋白 都可以因为补充雌激素而有改善 做荷尔蒙补充的话呢 又可以改善你的氧化压力 你的皮肤不这么容易的老化 补充赫尔蒙的话可以使你的皮肤饱水 所以呢你的皮肤的湿度 跟你的玻尿酸就可以被维持住 我们又说 补充赫尔蒙可以使你的皮肤啊 角质细胞比较健康 帮助你的皮脂呢正常的分泌 所以呢让你比较不容易稍微刮到一点 就感觉皮肤脆弱 皮肤受伤 然后也可以帮助你的伤口愈合 这些都是补充赫尔蒙的好处 因此我们说 补充赫尔蒙呢是从内在让你的皮肤减缓老化 它是一种从内在的一种不用动刀 也不用动针的一个拉皮法 真正让我们从内在呢 释放出光彩来 但是我们刚刚也有讲过呢 确实我们从内科的一个调理呢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种医美 或者是整形的这种立即性的效果 不过呢现在也有人认为要优雅的老去嘛 所以如果你是属于愿意优雅的老去的那一组 要好好地照顾你的皮肤让你容光焕发 让你能够有弹性 少皱纹保湿度好 再来的话呢可以使你呢QQ 最重要的是健康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如果你的皮肤老化的话 你的伤口比较不容易愈合 皮肤变薄变脆的话 又特别不小心刮一下就来一个伤口 然后再加上呢光照的关系呢 你的DNA也容易产生变化 比较容易会有恶变 癌变细胞癌这一类的事情 所以我们用荷尔蒙补充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无道拉皮的方法 今天跟各位分享 但是呢在所有的外在的美貌的追求之外呢 除了说健康 内在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灵命 如果你有非常健康的身体 可是你没有一个快乐的情绪 你没有一个喜乐的心情的话 你也不真的去享受你的美貌 或者去享受你这个肉身的健康 可以带给你的各式各样体验的机会 因为你心情不好 你这些什么都不要 你既不在乎你有什么体验 你也不在乎你肉身健不健康 你也不在乎你外面美不美丽 那就非常的可惜了 因为我们就是来体验这个物质世界的 那非常感谢这个物质身体 那可以美的话更好 但是最重要的是要有美丽的心情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